各位尊敬的参会嘉宾,感谢大家来参与今天的AWS Marketplace技术学院系列课程 在过去的13年中,AWS持续创新为AWS用户提供在云中任何工作负载所需要的网络连接的功能 这其中包括安全性、可用性、性能、全球覆盖和可管理性 同时AWS的全球合作伙伴在AWS Marketplace上还提供了更是数百种行业领先的网络类的解决方案 这些产品是对现有AWS产品的补充,可以帮助您去部署安全稳定的网络连接 大家好,我是来自AWS的合作伙伴解决方案架构师张明月 在我们的合作伙伴专家开始分享他们的主题之前,我先花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AWS上的网络 今天网络这部分呢,我会介绍这五个方面的情况 包括规模、安全、性能、易用和混合架构 我们先从这个规模来开始跟大家介绍 AWS在全球的技术架构中拥有24个region和76个可用区 来满足客户的这些地域性的要求 同时呢,我们在ColorFront边缘站点之上就会继续进行分层 你在这页PPT上看到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边缘站点 CDN的ColorFront呢,可以从该位置为流量提供服务 我们目前在全球32个国家的71个城市 设有205个边缘地区 这些位置的服务呢,具有对外部网络的低延迟的访问权限 并且可以回溯到AWS全球网络上的AWS的各个区域 全世界都有各种各样的网络为我们的客户去承载他们的流量 我们想要确保AWS的网络尽可能的去接近这些所有的网络 然后呢,这些站点中每一个都具有非常出色的专用的流量 可以把它返回到我们所有的AWS区域 来确保我们的客户以最佳的方式 把流量带回到他所拥有的AWS区域 然后,在这些边缘站点之中呢,我们将会对AWS Direct Connect进行分层 来允许从其他的地点,比如说客户的本地税中心,分支机构 还有远程的站点来回到AWS区域中的私有链接 Direct Connect呢,有97个接入的节点 它类似于MPLS的体系结构 然后第二部分是这种业界领先的安全性 在云中的网络与安全方面,AWS呢,有非常丰富的服务 比如说数据保护啊,身份目睹的访问啊,检测控制与管理啊 还有网络和企业设施 而且我们每天都在增加新的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像基础结构的安全性啊,新的加密选项啊 然后或者说更好,更细度,更颗粒度,更细的IM控制 比如说像Messie这种独立的安全性服务 它呢,使用这种机器学习来自动发现,分类和保护AWS中的敏感数据 可以用于满足您行业的合规要求 然后AWS的这种虚拟网络从最底层设计开始呢,就考虑到了安全性 根据底层的软件定义网络的设计 许多传统的网络安全性的问题 比如说IP地址的欺骗等等 在VPC里边是不会被视为有效的数据包的 它会被直接丢弃掉 我们呢,还提供许多面向客户的服务 比如说安全组啊,ACL啊,Net以及流量日志等等 我们还看到越来越多的客户呢 他没有使用广域网来连接AWS的服务 而是使用我们的VPC的中尊节点 和这种Private Link功能来访问他们所需要的AWS服务 然后在性能方面呢 实力的性能是AWS计算平台上最成熟的领域 它拥有大量的资金投资和长期的实践经验 也是客户最需要选择 并且去支撑客户现有的和未来的应用程序的地方 可以看到Amazon EC2的各种类型的实力呢 都和AWS的网络相配合 具有出色的网络性能 然后在简单应用方面 因为AWS很多的服务 其实都是通过页面和这种界面化来帮用户配置的 它都具备简单应用的这种特点 但是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AWS Translate Gateway 它是一个可以轻松扩展VPC账户 和本地网络之间的链接 在AWS Translate和Translate Gateway 出来之前呢 其实很多客户它会面临到这样的困扰 就是当客户的Amazon VPC特别多的时候 它很多页我有需要在Amazon VPC 不同的VPC之间进行这种对等连接的话 这时候只能对每两个VPC之间进行一个 这种并行的这种VPC的配置去配置 这样当客户每增加一个VPC的时候 它都要对其他的每一个VPC 进行一个VPC对等配置 这时候的网络架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并且难以管理 当AWS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 它马上通过客户返回过来的 这些信息和经验 马上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 就是Translate Guideway 这Translate Guideway就是可以把所有的客户需要的VPC 都连接到Translate Guideway上 然后统一呢 在Translate Guideway上进行配置和对等连接 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减少客户的这种 部署的复杂度和网络架构管理的复杂度 就代表了AWS在网络上一个简单易用的服务 当然AWS还有很多的服务是具有简单易用的特点的 最后在这个本地网络的无缝集成上 其实AWS提供了很多的在混合架构下的连接解决方案 比如说AWS Direct Connect 它可以作为一个专线 让您的本地处理中心跟AWS的VPC之间打通 然后您还可以使用这种Site-to-Site VPN 然后也可以使用Client VPN等等来进行打通 然后呢还可以通过这个root53来解析 这样的话有很多服务来支撑您的本地和AWS之间 提供这种无缝的连接和体验 然后呢AWS虽然拥有刚才介绍这么多出色的网络架构与服务 但是呢这些在某些网络管理与这种加速的服务之中呢 是需要客户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分析选择和配置的 同时网络和安全基本是不分家的 很多网络服务呢与安全服务是需要相互配合来使用的 当我们的客户呢有更多的网络和安全需求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和我们的网络类相关的合同伙伴一起为客户 共同构建整体的解决方案 这里面就包括了今天的参会的三家合同伙伴 那么在AWS上其实去测试和购买合同伙伴产品 我们是有一个最官方的平台的 就是AWS Marketplace 因为这个AWS Marketplace在AWS合同伙伴生态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接下来花一点点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AWS Marketplace AWS Marketplace呢其实是一个精心严选的数字化产品目录 我们的客户通过它可以轻松的查找 购买部署和管理 并且构建解决方案以及ISV的软件 Markplace呢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分别是这种多样化的选择 灵活的计价和合同模式 简单的部署和统一的账单报表 这个AWS Marketplace呢会通过技术手段呢 对卖家的所有产品进行严格的审核检查 来最大化的保证客户的安全 在AWS Marketplace上的商品是经过双方共同认证的部署方式 然后AWS Marketplace为客户提供了这种比较灵活的部署方式 所有上线的产品刚才介绍了都经过我们运营团队 大量的测试验证和安全检测 最大程度上的为客户提供可靠性 然后假如说您希望很大程度的去管控机构架构的资源 那么基于这种AMI的部署方式是比较理想的 然后您也可以通过模板部署来交付更复杂的产品 比如说软件的集群或者说这些产品需要与AWS的服务相联动 假如您希望从这种机构架构的管理抽身出来 使用更加灵活更加迭代速度快的交付模式的话 那么基于SaaS这种交付模式的产品会更加适合于您 除此之外呢AWS Marketplace还支持这种基于容器的 基于数据的和基于这种积极学习的交付模式的产品 在产品的类型和交付模式上灵活 同时这个AWS Marketplace还有这种灵活的计费方式 来帮助客户根据实际的情况需求来付费 更好的利用手中的预算 然后这里边包括您可以去免费试用一个产品 然后也可以按照时间维度的小时月或者包年来计费 然后同时呢如果您手里已经有这种购买过的license 也可以直接用用这种自带软件许可的模式 直接把这个license引用到云中的软件 同时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计费方式 还是支持定制化的方案 这里面包括您可以按按照非时间的需求来使用 比如说有的软件是支持这种按数据量 或者按带宽流量来计费的 然后或者说您还可以跟ISV谈一份这种专有的折扣 通过private offer的方式来给您 在它的这个列表价上为您单独打一个比较大的折扣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AWS Marketplace这种灵活的计价模式 来进行实现的 然后目前呢AWS Marketplace提供了包含39个大类的数千种的热门软件 比如说安全啊网络存储积极学习BI等等等等 涉及到1500多家独立的全球的ISV供应商 有大概26万的活跃客户通过AWS Marketplace订阅的产品 并且启动了每个月超过了8.51个小时的Amazon EC2服务 然后呢AWS Marketplace还提供了灵活的付费选项和多种的部署方式 能够简化软件的许可和采购过程 然后在今天的这个AWS Marketplace基础学院的系列课程中呢 我们邀请到了AWS Marketplace全球的合作伙伴F5 Citrix和Cisco为大家展开关于构建企业安全稳定网络连接的讨论 好 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大家好 我是F5亚太区云构架师冯永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AWS中国的线上交流活动中 和大家一起分享F5基于AWS的应用服务解决方案 F5是一家专注于多云应用交付和应用安全领域的市场领导者 我们已经连续十年采连Gartner应用交付领域市场的第一位了 并且我们是Gartner无阿福领域的领导者 在中国市场呢 F5在ADC应用交付市场已经连续多年市场占有率第一了 而F5和AWS呢保持了多年的合作关系 是两家市场领导者的强强合作 F5在AWS的解决方案有四个主要的场景 首先就是应用服务的高可用性及其优化 主要解决如何帮助客户的关键应用 在AWS云上实现业务的连续性和高可靠性 我们必须帮助客户加快应用服务上云的速度 同时又必须保证应用服务的稳定运行 实现在多云环境下的统一部署 其次 我们关注于应用的安全性 需要解决如何保护用户在AWS云上的应用服务 不受注入机器人攻击 SQL注入等应用级的入侵 并帮助用户更好地实现应用服务的访问控制 第三 我们帮助客户在AWS云上实现应用的可视化 主要帮助用户解决在云上应用服务的流量的东西向和南北向流量控制 如何去监控东西南北向流量的状态 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在云上服务的运行状态和用户体验 方便企业的CIO随时掌握应用服务的状态 第四 如何实现跟DevOps自动化基层 主要解决如何减少人工部署的错误 实现应用的快速部署 快速上线 快速迭代 这就要求F5能够提供一栏值的DevOps工具 诸如Ansible、Pepic、Jekkins的基层 从来帮助客户实现在线的灰度发布 能力部署的 今天F5的全线产品都已经在AWS中国MarketingPay上发布了 大家可以方便的在AWS中国上 快速地拿起一个F5的全功能的软件镜像 我们称之为Virtual Edition F5云义的软件在线镜像 我们能够享受F5提供的完全的应用交付和应用安全服务 F5会定期的持续的更新软件镜像的版本 也更好的服务中国客户 我们在AWS上面的Ve主要有三种部署方式 第一种是BYOL Being Your Own License 用户可以选择购买你自己的永久的license 并自由地在您的传统数据中心和AWS公用云上 部署F5的instance 第二种订阅服务 用户可以订阅F5的一年两年三年的免度许可 获取F5的最新的软件支持 同时客户也可以采用BYQ 来做这个统一的许可证的管理 进行回收与发放 第三种 安需购买 PSU购买 用户通过AWS云市场购买 并按照具体的使用量结算 现在这已经在AWS国务市场上实现了 中国市场可能还要再来一会儿 这三种方式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 方便用户快速地在AWS云上部署他的应用 在介绍了F5和AWS云市场的合作模式之后 我们再来逐一介绍F5在AWS的具体的使用情况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F5如何帮助客户实现AWS云上的高可用性 当用户的传统数据中心找到了灾害时 如何将客户的应用栽备到AWS云上 当用户想尝试AWS云上提供的应用服务时 如何将他的测试用户流量引导到AWS上的应用服务 同时还保证正常的客户流量 仍然能够访问他传统数据中心中的应用服务 并且在后期能够智能的引导客户的流量 在AWS的公有营和他的传统数据中心上 智能的切换流量 当用户的传统数据中心无法满足他的秒杀双11之类 高并发高负载性能需求时 如何智能的将客户的流量引导到AWS云上应用服务 并且在AWS云上能够实现应用服务的自动部署 自动扩展 当高峰流量过去之后 又能够自动的回弹AWS上的集散资源 以节省成本 这些问题都是F5的VE所提供的 本地负载均衡模块和智能DMS模块 能够帮助您解决的问题 同时我们的应用交付方案还能够提供 SSL的卸载和编排能力 保障您的关键应用 在无论在私有营 公有营和多营的环境中 他的应用的业务能够连续行 他的应用的安全策略 能够实现一致性 针对普通用户 F5和AWS联合推荐给用户 最佳实践的云模板 帮助客户能够在AWS上实现 一键快速部署 简单复制他的应用服务 从而实现简洁的云迁移 而当您的客户逐渐将他的主业务 放到AWS上时 就需要更加关注应用服务的安全性问题了 这时候 F5在AWS上的双层应用交付与安全构架 就能够帮助您快速的推进中国区的业务 由F5的LTM DNSFM模块组成的VE机器 能够快速自动的在AWS上面 部署您的新的业务 并且由LTM和AWAF组成的应用安全层 能够依靠AWS上海量的计算资源 实现安全设备的弹性扩展值 以应对巨量的汽车的敌倒式攻击 所以F5的双层应用交付构架 它的部署很简单 同时具有弹性的扩展能力 是您的业务上云的首选方案 当用户的在AWS上的使用量 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采用安全云构架 来保护云上的应用服务 它就要求用户在它的应用的VPC前面 构筑一个单独的Secreted VPC 使用户互联网上的客户 或者黑客的流量 经过这个Secreted VPC之后 只有正常的用户访问流量 会进入到客户的应用服务 在AWS上应用服务的VPC 黑客的访问会不会这样 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是因为在这个安全的VPC里面 我们放置了大量的安全的解决方案 包括广运用负载均衡 智能DNS7层的负载均衡 应用WAF DDoS防机器的N攻击防火墙 API Management 统一的访问控制 SLC的卸载 API的Gateway API的安全 以及应用性能管理 等等的所有的这些 有些是由F5提供的 有些可以是第三方的 商提供的 所有的这些安全的解决方案 统一的联合起来 帮助客户解决在AWS云上 如何保证它的核心业务的安全性 当我们的客户更进一步 出海开创全球市场时 AWS功能吩咐的ClubFund 全球CDM服务 配合AFO的AWAF Shift能够在全球范围内 为用户提供安全的 可扩展的智能的应用服务 交付能力 用户也可以自由或灵活的 选择AFO的AWAF解决方案 或者是基于Cloud Service的 EAP解决方案 或者是F5刚收购的 Shift的Cloud AI 所以这一些能够保证 客户在全球范围内 它的客户能够享受到 快捷便利的应用服务 同时也能保证应用服务的安全性 我们知道AWS本身提供的WAF 能够很好的保护 类似于AWS服务防护 那如果配合AFO的AWAF高级 Web服务功能 就能够提供更好的机器人防护 API防护功能 如果客户进一步选择 AFO的高级的WAF功能的话 它就能够进一步的获得主动性 主动防御7层DDoS的一系列 应用级的防护能力 在AWS上保护您的在线服务和在线交易 同时呢 AFO的AWAF还可以基于客户的行为分析 应用压力 只能形成一个防护模型 能够从而快速精准的防御应用 才能DDoS 我们知道 在去年AFO成功的收购了 著名的开源企业NJX AFO的AWAF模块 配合NJX的API网关 能够完美的为我们客户提供真正的API安全 其中AFO的V1E能够帮助客户实现机器人防护 为一些保护敏感数据的防护 DDoS防护 同时实现Single Zion的基层 那NJX Plus能够更好地帮助客户实现服务发现数据的API数据管理 以及东西向安全管控 结合F5的BIGIQ跟NJX的NJXController 能够在线的为用户提供可视化的流量分析 报表 从而使客户能够很放心的 很详细的了解他在AWS上的API应用的状态 确保API应用的安全性 在介绍了F5的AWAF和API解决方案后 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下应用服务的反欺诈和反耐用问题 我们知道在当今的互联网流量中 有超过90%以上的流量 是由伪造的或者机器人流量组成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恶意机器人流量 如未经授权的爬充程序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寻求方法 来管理互联网服务的机器人流量 因为这些机器人异常流量 不但会出现内容抓取等非法滥用问题 还会导致页面访问异常服务绘画 持续时间过长或者过短 会暴露网站的安全漏洞 会导致业务故障 甚至意外的流量保证等等问题 会直接影响正常客户的访问体验 而且它还会导致企业的数据被拔 接口被刷等等 对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巨大的涮水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今的社会 银行和信用堂欺诈是全球反应的大问题 在2018年 观光市、金融业、零售、航空公司、运营商等客户 因为互联网欺诈 所以造成的损失就超过50亿美金 GTIM随着AR技术 自动化工具的应用和平台化 趋势的加强 越来越复杂的机器能程序攻击的手段 和覆盖范围真的不断的增加 安全攻击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 用自动化工具发起的高效的大规模攻击 比如说恶意爬虫、撞裤、虚假周测 交易、船改、内网、安全 API、滥用、人日攻击等等 大幅度增加了企业在线业务 应用和数据层面的安全风险 在自动化工具和安全防护之间的对抗中 企业应该借助动态安全 机器人学习 智能人机识别 智能威胁检测 全息指纹 智能响应等等 AR技术加强对机器人攻击的识别 持续监控 并且要分析流量行为 从而实现精准的定位攻击 追踪数源 对前在的更加隐蔽的攻击行为 进行更加深层次的分析和挖掘 从而实现由被动防御 向主动的防御 由静态防御 向动态防御的整体安全防御 构架计划 客户各类服务和数据 不断向云上迁移 但是越来越多的网页应用漏洞 以及可以利用各种新型攻击手段 和工具绕过传统的安全防护措施的 机器人攻击 让网站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业务 和数据的安全挑战 因此具备漏洞点测 防御日过漏洞攻击 防应用地道士等攻击的主动防护措施 是网站安全最佳的基本防护选择 利用动态安全提供的主动式防御技术 可以通过识别工具 是否为脚本程序工具的 发起 从而在无规则防护升级的情况下 对主动的对机器人的攻击进行有效的阻断 实现迅速的响应防护于攻击的之前 那F5之所以在今年收购的Shift公司 就是为了给用户带来端对端的 反欺诈和难言解决方案 如图来自客户端提供Shift提供的JavaScript SDK 方案能够在客户端就开始关注 收集用户的安全和其他信息 在应用服务前面 Shift的实施防护运行 能够实施的鉴别和阻止 恶意供应用户防护 同时Shift的AI Cloud 能够分析所有交易 以主动识别经过重逐的攻击 并自动部署新的实施策略 攻击者可以利用自动化攻击 经过伪装成正常的交易的业务 其他行为 例如刀刷、套线、绿脑毛、网线抢购 刷单卡、小红杂 违反业务逻辑等等操作的业务 来欺诈行为 来达到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 从商业角度上说 这整个工具扰乱的申请的数据 业务的转化力 等商业人指标 歪曲了业务的真实的增长水平 从用户体验来说很难 真实的用户很难在和自动化的工具的较量中省畜 直接导致不同的客户的流失和用户体验的下降 面对这些业务和网络威胁 安全基础可以在传统风护之前实现 对恶意攻击行为的钳制的识别和威胁感 自从最大程度的总共的防护风险 更高效的 更正确的实现业务风险的防护 SHIFT的端到端的全境的防气杂方案 就能够实现监控 每一个关键业务场景的交互防护 确保服务真实的客户 具体到APP AWS上面的部署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在客户的应用服务之前 我们可以部署F的VE或者NJX 作为应用服务前置的网关 VE可以截获相关的用户请求数据 转发给AWS员上的SHIFT的循迹机群 由SHIFT引擎来分析用户请求 区分具体的是人还是机器人 只把真实用户的请求 转发给应用服务 而阻挡飞机发机器人的访问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8年 黑客已经在网上发布了 14亿笔的外泄的账号密码 查询系统 并且大多提供了 可以用比特币购买完整资料库的区段 那么用撞库攻击或者恶意注册 提供了足够的挤扎的弹药准备 攻击者广泛利用自动化的工具 能模拟合法用户操作 并利用大量跳板来变更IP 让基于特征码的 行为规则的传统的安全防护机制 已经几乎是所无策 包括一些依靠IP黑名单 拦截攻击的企业 面临的很重大的安全挑战 不仅如此 随之而来的悄杂 勒索才是黑产意义的更大的来源 拥有很大量的用户的平台 比如说行李酒店 电商 网银 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 一旦被撞库成功 招写的悄杂勒索 是部分企业遭受的巨大的损失 而且还带来了负面的企业影响 所以 SHIP引擎 会实时的与SHIP全球总部的 AI人工智能云 服务通信 获取最新的全球被盗用的 账号资料更新 和安全策略更新 真正实现借助全球的 AI智能 帮助客户来实现 反欺诈和难用 在帮助客户解决了 企业在语音上应用服务的 安全问题后 如何更好的监控和 展示在线应用服务的状态 及用户体验就成了很多用户 关心的最大的问题 尤其在VPC环境 虚拟化环境中 如何监控各个应用之间的 访问状态 是用户继续解决的问题 F5全代理的构架 能够帮助它轻松的 分析2到7层的流量 从来帮助客户在云上实现 监控南北向用户流量访问 甚至我们比较苦恼的 东西向应用的API调用的请求 F5都可以通过 High Speed Log的输出 给后台的ELK之类的 打数据平台 从而帮助客户实现 端到端的全境流量的 可视化分析 维京后进一步的 借助AI员工只能实现用户的滑翔 行为分析提供了可能 我们具体到 一个应用来说 我们可以帮助客户快速的定位 发现用户体验中的问题 盘断是用户的数据网络的问题 还是数据中心 云数据中心的问题 还是应用的问题 同时也可以量化的展示 整个客户在公有云上的 运行的状态和运行量 对于每一个客户 我们可以具体的分析 每个客户的原IP的地址 从哪里来分 导出一个热力地图 来选择最 可以给客户来分析 最近的活动的用户 甚至能够定位单一用户 确定他的用户体验 我们也可以确定 基于每个目标的UIL 进行搜索 判断 能够分析他的访问的 记录的信息 能够确定当前最热门的栏目是什么 对于在云上的应用服务的性能问题 我们可以管控服务器东西流量 API的调度 次数 体现 具体的应用服务的性能 访问的延时状态 等等 那么对于突发的API调用 我们可以判断 API的预测 API调用的策略 策略 趋势 和API网关 和API安全的解决方案 行行联动 保障整个客户的系统 对于整个云数据中心来说 我们可以统一的展示 整个数据中心的业务运转状况 以及用户的体验状况 从而给CIO一个准确的分析 能够在运营上的应用运行的状态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F在AWS上的用户用力 所以当您的客户需要在混合云的环境中 保证您的应用服务的正常运行 并且获得弹性的扩展能力的时候 您需要F 当您需要在AWS上整合您的应用服务 在多人的环境中提供 统一的应用安全服务策略 以及统一的接入策略时 您需要F5的解决方案 当您需要无探针的业务可视化的时候 以及大数据跟大数据运行的结合的时候 F5的应用交付 应用安全 DDoS防护 防问控制 SSL编排 AUR等等一系列的应用交付和应用安全解决方案 都可以真正的帮助到您 这一整套F5和AWS的联合解决方案 就是为了帮助您 能够更加快速的上线您的应用 更加灵活的控制您的客户的访问 以更低的成本在AWS上面 构筑测试 部署 运行您的应用服务 帮助您轻松实现云迁移 让云计算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您 降低您的应用成本 优化您的应用 提升您的应用户体验 从来是帮助您获得更大的成功 谢谢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的内容 感谢大家 哈喽大家好 我是四节网络的系统工程师 我叫仲雷 那今天非常高兴 能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们四节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呢 是我们四节的一款SD-WAN 和AWS的一个联合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呢 是为了帮助我们 已经使用AWS 或者即将使用AWS客户 去构建一个 AWS和其他节点之间的一个稳定隧道 来帮助我们 在各个节点之间的扶取 去进行互联的互通 好吧 今天的话 今天的话 我的主题呢 包括四个部分 那第一个的话 我会首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四节SD-WAN 和AWS的整个架构设计 那么它可以适用于哪些场景 那么在这些场景里面 C-6SD-WAN 分别会发挥什么样的价值 那么第二的话 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C-6SD-WAN 在AWS上的一个部署的架构 那么并且的话 我们会为大家来更新一下 C-6SD-WAN 在AWS的Marketing Place上的一个更新情况 那么最后的话 我会给大家来分享三个 我们在这种解决方案上的案例 帮助大家去更好地理解 SD-WAN是如何工作的 那首先的话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C-6SD-WAN和AWS这样一个架构设计 那么它可以用于哪些场景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从整体上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 它是怎么样工作的呢 那么C-6SD-WAN 首先要强调一点 它是既可以以硬件部署 又可以以软件部署的 这样一个产品形态 那么在AWS云端 当然我们是以VPX的虚极方式 去进行部署的 而在我们的物理的节点 那么它可以是以Hardware 这样一个硬件的实体 进行存在的 那么在这些硬件和软件之间呢 我们可以无缝地去进行聚合 专线 Internet 甚至于4G的这样一个线路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快速地打通 云端和云端之间 云端和本地数据中心 云端和分支机构的 这样一个网络连接 那么4G的这种软硬件的形态的话 是可以构成一个 统一的软硬结合的 SD-WAN互联网络 帮助大家去构建这样一个 刚才讲的 灵活的 稳定的 这样一个 虚拟的隧道 我们把它称之叫做 Virtual Path 那么这种解决方式 适用的场景是哪些呢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种场景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打通物理的节点和云上的节点 我相信这种场景 应该是非常的多的 比方说我们在进行数字化转型 或者这个 云上歉移的时候 可能有部分服务器 还是停留在原来的数据中心 那么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些服务器 那么另外一些服务器呢 可能已经搬迁到AWS的云端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本地的这样一个服务器 和云端的服务器呢 去构成这样一个连接 这个时候 C2S-Steven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它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 Internet的线路 或者我们有其他的专线线路 比方说NPS 都可以进行聚合起来使用 聚合形成这样一个 稳定的Virtual Path的隧道 从而打通本地的服务器 和云端的服务器 这样的连接 那么第二种场景呢 是基于这种场景的一个演变 那么经常的话 我们在中国会感受到 我们访问Global SaaS是非常的慢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SaaS的服务器呢 是部署在其他国家的 那么由于受到我们 中国的政策影响 我们是不能够 很流畅的去访问这些服务的 比方说 Slack Workday And Salesforce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优化这些应用的访问呢 那么通过我们部署 在离中国比较近的一个节点 比方说AWS的HK节点 AWS的Japan节点 那么我们本地 可以通过Internet或者专线 去打通这样一个隧道 那么这个隧道呢 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隧道 可以帮助客户的数据呢 迅速地穿越 我们的我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在后续的数据传输过程中 使用AWS的这样一个Internet的地址 去访问这些 Slack Workday 一些Salesforce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Global SaaS的访问速度 就会得到极大的提示 那么第三种场景呢 我相信是大家可能 遇到了最多的 那么我们在AWS的不同的region上面 部署于不同的服务器 那么这些服务器 如何进行高效的互联 灵活的互联呢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C2K Steering 又可以起到作用的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使用两根Internet的线路 我们可以看到是One Ethernet2和Ethernet3 对端也是Ethernet2和Ethernet3 两根Internet的线路 去聚合形成了这样一个Virtual Path 来用于打通北京region和USregion 这样一个服务器的连接 那么这样的话 每一台Internet可以使用两条Internet 去聚合形成这个Virtual Path 互相之间也是一个荣誉 那么在这三种部署场景里面 C2K Steering 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么能够给我们大家 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呢 下面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C2K Steering 的价值 那么第一个价值呢 我们把它称之叫 网络持续可用 那么这个持续可用翻译成 更加简单直白的话 叫做永不断线 它可以保证你的应用 在多线路的场景下 永不断线 那么具体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的话 Sitrus SD-WAN 我们使用了非常先进的 正式算法 叫做Real Time算法 它不仅仅可以看到 这个线路是否可达 拼是否通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线路的 延迟 丢包 抖动 和拥塞的一个情况 那么同时的话 我们不是通过 独立业务报纹 之外的探测报纹 去进行健康侦测的探测的 而是直接把探测的封装包 封装于你的业务数据包上 这样的话 就可以实现毫秒级的探测 那么这样的话 不仅可以看的维度多 而且可以看的更加的快 同时的话 Sitrus SD-WAN 这种端道端道技术 它是一种数据包级别的数据传输 不是我们传统的 网络设备 这种绘画级的数据传输 那么 当这种数据包出现了 在右足探测2 数据过程 传输过程中 发现的中断 或者是performance 比较差的情况下 它立刻能够把数据包 传递到其他线路上面去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保证 我们的数据传输 在到达对端PC的时候 是毫无感知的 因为是毫秒级的探测 那么这种技术 对于我们的业务 是如何受益的呢 在多线路的场景下 基本上可以说 Sitrus SD-WAN 可以保证你的应用 是无感知的 自动切换 永不断线 那么应用 在默认的策略情况下 在出的方向 和入的方向上 始终是使用 最优质的线路 去进行数据传输 从而提高传输的质量 那么 之前我们讲 我们其实做过 这个AWS和SD-WAN的 这个PoC的测试 那么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我们有一个小的视频 叫做 性路故障 应用无感知的切换 那么因为我们测试条件 是比较 比较简陋的 所以我们就用Ping 来作为这个 意有的测试 而我们手工的去模拟 某一条性路的中段 去看一下Ping 是否会发生一些 丢包啊 这样一些中断的情况 那么传承的网络 你至少都会 丢一两个包 那么这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SD-WAN它是如何表现的 那么首先的话 是双线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去发起这样一个Ping 你可以看到Ping 是完全正常 那么然后的话 因为我们用了两根Wanlink 我们这时候 我们就尝试 DisableWan1 提交 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条性路 就已经断掉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Ping 包是不是出现中断 那么这个是刚开始的情况 Ping 包没有出现任何的中断 那么我们的系统的 监视界面也可以看到 万一确实是出现了 这个中断 对吧 只有北京的万二 在进行传输 那么然后的话 我们先恢复万一 那么有人会说 你可能这个数据 本来就是在万二上 进行传输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万一 给恢复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Ping包也是不会中断的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去尝试 去中断这个万二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是不是出现了 这个Ping包的中断 那么对于SD-WAN来讲的话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Ping包是不会出现 任何的中断的 通过这个毫秒级的检测 以及我们的数据包级 为的数据传输技术 它可以保证你的应用 是完全无感知的切换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 一般的应用只要 敏感级低于十个毫秒的 都不会有任何的感知 包括我们的语音传输 包括我们的视频传输 都不会有任何的感知 那么这样呢 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视频 来说明一下 我们SD-WAN线路故障 应用无感知切换 是怎么一回事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来看一下 这个另外一个价值 叫做带宽的叠价 那带宽的叠价呢 可能我们听的也比较多了 比方说我有两根线路 一个绘画在一条线路上传 另外一个绘画在 第二条线路上传 这个时候呢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带宽是叠加了 那但是呢 对于单个绘画 我们始终还是可以看到 它是只能传输在 一条线路上面 那么SITRUS SD-WAN 可以突破这种线路 那么在有专线的场景下 我们增加Internet 或者4G的这个Internet线路 就可以自动的叠加带宽 那么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基于绘画级别的传输 我们是基于数据包级别的传输 它的数据包 在单线路出现带宽限制的情况下 能够溢出到其他的线路上去 那么比方说 我有两条线路 我有三条线路 它们的品质都比较接近 那么单个绘画在多条线路上的 带宽聚合比例 可以达到线路带宽核的 80%到85% 那么在没有专线的情况下 我们简单的使用 多条Internet线路的聚合 就可以满足我们利用的需求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数据包 在每一个瞬间都会 传输在 Performance最好的线路上去 那么同时的话 多条Internet线路的带宽 又可以完美的聚合起来 那么对于我们大家 应该如 它会有如何的收益呢 混合时我们这个专线和新增一些廉价的 Internet线路 这样的成本开销更小 部署也非常的简单 效率非常的高 那么通过Internet的去增加这个 信息的带宽 成本显而锐 那也可以满足一些 突发的业务带宽需求 比方说我这个时候突然要 有200兆的数据进行传输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到 Internet线路带宽大的这样一个优势 那么同时我们在POC呢 也着重地去看一下这个带宽叠加 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带宽叠加 它是如何寄作用的 首先呢我们为了测试呢 把两条Internet线路带宽呢 都设置为两个兆 来测试带宽叠加的效果 那么在传输这个FTP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如果只有万一 它的速度大概是200个KB比特 对吧 大概是1.6兆BPS 那么如果使用万二 大概也是这样一个数字 197KB 对吧 那么如果同时使用万一和万二 你可以看到传输速度就达到了343K 这个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传输只是针对同一个绘画而已 而不是发起多个绘画 那么这样一个聚合的比例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Sitrix SD-WAN 它是能够叠加多线路 用于单个绘画的连接传输 实现单绘画的带宽叠加 那么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数据中心和云端的 这个AWS数据中心之间 服务器 有日志同步 文件拷贝等样的需求 那么这种 机器之间的这个文件传输 或者文件拷贝呢 通常只会有一个session 只会有一个绘画 那么这种绘画的话 如果你是用传统的 这种VPN的解决方案 它只能够跑在一条线路上 通过SD-WAN 你可以使用多条线路 来传输同一个绘画的贷款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单绘画的贷款叠加 那么这个是SD-WAN带给我们第二个价值 那么再有还有什么呢 那SD-WAN它是自带DPI酷的 那么DPI的全称的叫 Deep Packet Inspection 深度的保温侦测 那么它可以看到流经SD-WAN的 这个流量的类型 那么默认的话 我们可以识别到 4000多种企业的应用和SaaS的应用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基于应用 去做到一些 Fileware的策略 QS的策略 那么甚至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包复制的技术 来让一些比方说 延迟高敏感应用 比方说视频会议 语音电话 来达到双路复制的目的 解决卡顿和丢阵的问题 因为对于我们业务来讲 它可以如何收益呢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应用来制定策略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 通过五元组 这种非常传统的方式 来捕捉我们的感兴趣流 这种传统的方式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要么就是抓多了 要么就是抓少了 而根据应用来制定 这个流量的捕捕策略 就会更加的准确 那么同时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应用的 策略的制定 来保证我们的高优先级的应用的交付 那么下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 我们当时在测试的时候 去看到的一个QS的Report 那么这个Report呢 会很好地解释 我们C2S SD-WAN 它是如何进行QS的工作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测试里面 我们用了两种流量 一个叫做SMB 也就是我们的文件拷贝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叫做FTP 就是非常common的一个流量的 这个传输的工具 那么为了方便测试呢 我们将FTP的流量 那设置为Realtime 实时的这样一个流量类型 那么将SMB呢 文件拷贝呢 设置为Interactive 那么在我们的SD-WAN里面 Realtime实时呢 是优先级是高于Interactive 那么同时呢 我们带宽呢 还是保持在 两条线都保持在 2兆BPS的这样一个传输速度 所以的话 你可以看到 一开始 一在这个文件拷贝的时候 我的SMB文件拷贝 可以迅速的占买将近这个贷款 大概在3.5兆 对吧 那当RFTP流量出现的时候 因为FTP的流量 我们把它设置成Realtime 它的优先级是比较高的 它能够迅速的控除一部分贷款 那么这部分贷款是为Realtime 这种应用类型去保留的 那么当这个FTP达到顶峰的时候呢 它可以进行文件的传输 当它传输完成之后 逐渐释放的过程中呢 这个贷款又能够给到 SMB进行数据传输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动态的QS 那么有你的时候呢 我会保障你优先的去占用一部分贷款 那么没有你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贷款完全的占据掉 加快这个文件传输的效率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应用感知 和应用QS的一个交付的过程 它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 进行高优先级的应用的保障 这是我们第三个价值 通过应用的QS和应用的感知 来实现我们关键应用的交付 那么最后的话 就是全方位展现信用的质量 那么C2S1默认的话 可以全面的记录 延迟丢包 抖动和拥塞的信息 那不仅在一个方向上 我们是双向的政策 出方向和入方向都有这样的记录 那么在7天之内呢 你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数据通缉 支持在7天之内 分钟级的观察分析回溯 那么在实时的观察时 我们使5秒钟呈现一次数据给到大家 那么针对不同的优先级的数据呢 我们还可以提供QS的Report 比方说我们刚才看到的 RealTime和Interactive这样一个 不同优先级的数据 进行互相交付的过程 那么这种应用 让E5如何受益呢 在应用体验不佳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Performance的Report 很快地回溯分析性的问题 那么通过QS的Report的话 我们可以快速地看到 哪些是我们的关键的应用 它是否受到了高一级应用的挤压 是不是需要我们去优化整个的策略 这样的话就可以全方位地 去进行信用质量的展示 问题的溯源 优化策略的决策 那这个是SD-WAN在整个解决方案中 能够带给我们大家的一些价值 那么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Sitrix SD-WAN在AWS上面的一个架构图 那首先的话 SD-WAN在AWS上肯定是以 这个VPX的形式去存在的 那么最简单的部署方式的话 我们SD-WAN需要有三张网卡 那么一张是MGMT管理口 另外一张是WAN的网络 它可以连接于我们的 Internet的线路 那么另外一张就是我们的LINE网络 它用于连接我们的 这个Private Subnet 就是我们的远端的服务器的网 那么在跟远端进行交互的时候 服务器只需要把 需要进行这个交互的这个数据流量 直到我们的LINE网络里面 那么SD-WAN就能够进行数据封装 把它通过Internet也好啊 把它通过这个专线的信用也好 进行封装传递到对端 那么同时的话 我们也支持HA的部署 那么我们在AWS的Marketing Place上 已经有HA的模板 可以帮助大家很快的去 部署AWS的Primary和Secondary的VPX 那么这样的话 当主的设备挂掉之后呢 它能够快速的去启用 Secondary的MCM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个 在云端VPX的HA 再的话就是我们在AWS Marketing Place上 SD-WAN是不是已经ready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宁夏和北京区 也就是AWS Channel上面 我们的一个状态 搜索C2X SD-WAN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在 我们的AWS Channel上已经可用了 那么Customer License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就可以你通过 四节去进行购买license 去进行这个license的计划服务 那么在Global上面 我们可以同样的搜索C2X SD-WAN 去搜索到这个SD-WAN的这样一个版本 去直接使用Marketing Place上的ARMY 去进行这个SD-WAN的部署 这个是我们C2X SD-WAN在整个AWS China和AWS Global上面的一个情况 目前的话是已经都ready了 那么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在刚刚过去的19年以及2020年过去的一半的时候 我们目前已经有三个比较典型的客户案例 那我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跨境零售业 那我们的跨境零售呢 顾名思义就是在中国境内有整个分支节点 那么在境外呢也是有分支节点 需要通过我们的某种解决方案去打通这两个节点之间的数据交互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问题在哪里呢 它这个业务呢 主要是一个视频的广告业务 那么这个业务呢 是部署在日本的AWS上面去的 那么全球呢 旗舰店去访问这个AWS的广告服务 来获取这个广告的更新 那么来保证整个这个门店里面的广告业务呢 是同时播放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影片 那么这样一个对于在中国境内的部署呢 其实挑战是非常大 首先的话 如果你要保证这个视频广告服务器的传输 你需要是20兆的贷款 那么如果你去拉专线的话 一个部署中期非常的长 第二个的话 这个价格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可能你会想到用IPsec VPN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其实连接质量 我们在测下来的时候就发现什么 是连接超级不稳定的 因为它一个传输距离长 第二个的话 这个配置是比较复杂的 第三个的话受到这个整个长城防火墙的影响 所以它这个质量是非常不稳定的 那么再有是什么呢 它又有软件 这个AWS的云端 又有硬件 门店的客户 还有什么呢 那么在中国的界面还有其他的云环境 比方说Asia 那么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既有云端 又有这个物理尸体 还涉及到跨境传输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其他好的解决方案呢 Sitrus SD-WAN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在云端 AWS的云端 我们去部署一台Sitrus SD-WAN的VPX 那么在物理的节点 我们可以通过部署硬件的盒子 去使用物理解决的PPOE的线路 那么同样的 在云端的AWS上面 我们同样支持 一键去部署我们的Sitrus SD-WAN的VPX 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 以AWS的SD-WANVPX为 Must-Country Node的这样一个SD-WAN网络 那么其他四个节点 都是作为SD-WAN的Client去进行存在的 那么这个网络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收益呢 首先的话 SD-WAN聚合两条本地的Internet线路 而且都是PPOE的拨号线路 来达到上下行20兆带宽的目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广告服务器是法文非常流畅的 那么这种封装的技术呢 我们使用的是UDP的协议 而且呢这种协议呢 是四节四有的 并没有公布给第三方 所以整个隧道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它的封装端口是可以调整的 那么同时的话 由于可以在AWS和A社上面一键的部署 所以我们的这个部署的机器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整个隧道的连接沟通 不超过一个星期 所以的话 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收益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客户它是零售行业 所以它的门店里面都是一些销售的因缘 它是不懂IT的 所以的话 SD-WAN它又是一种 由中心去控制这个分支端的这样一个总控性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 你的所有的分支的配置的推送 都是通过AWS上这个VPX去进行执行的 它需要改变某一个IP 你在AWS上执行完整之后 直接推送就可以了 所有的分支它是没有权限去进行配置的 所以这样的话又可以节约分支的IT的人力 不需要你去做什么非常复杂的工作 只要你帮忙 接个线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SD-WAN和AWS的解决方案的案例 第二个的话是我们一个服装制造行业 那么这个服装制造行业 由于我们需要拓展到海外 所以它会有一些服务器 是部署在AWS的新加坡的 那么同时呢 由于这个企业的转型呢 也有一些服务器是需要部署在AWS零下的 也就是AWS的Channel这个节点上面 那么同时呢 还有一些服务器呢 还没能够完成这个搬迁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需要我们本地的这个业务的服务器 和云端的服务器进行一个互联互通 那么它的挑战在什么呢 一个就是度用环境 既有AWS也有H 又存在这个跨境部署 新加坡和中国的这个跨境 专线成本也是非常高 实时周期也是非常长 同时呢 IPsec的VPN呢 测下来我们发现质量也是非常的不稳定 那么通过部署Z2X-D1 那么它在本地使用了三根RSP的线路 比方说这个移动 联通和电信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保证什么呢 因为在同一个时刻 三家应用商都出问题 这个概率是极低极低的 对吧 所以的话通过部署三个RSP的线路 聚合形成这样一个隧道 就可以保证 那这边你的本地的SD1和远端的SD1 去形成这样一个可靠的Virtual Pass的隧道 那么通过SD1 在AWS和AZIA上的一键部署 很方便就可以 部署上这个SD1去连接远端的AWS和本地 这同样是一个跨境的加软硬结合的这样一个结合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这个混合云的架构 比方说我们一些计算机行业客户 那么它对云是非常感兴趣 那么既有这个AWS 又有AZIA 还有阿里等等 还有本地的一些这个义务服务器 所以它的义务是非常的零散 那么它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就是一个混合的解决方案 既有硬件又有软件 还涉及到这个中美之间的跨境传输 这个时候如果中国要能流畅的访问的时候的话 就需要你的这个隧道 需要有一些独特的技术 那Ctrix SD1可以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使用这个UDP的这种加密的协议 那么同时的话 我们的封装的这个算法 是我们四节私有的 并没有公开给第三方 那么在这种场景下 仅仅使用internet的线路 不需要捆绑去使用某个ISP的专线线路 所以它部署是非常灵活的 比方说我今天我可以在阿里上补 明天我可以在腾讯上补 那么主要它的业务呢 在AWS上呢是明响 可以通过SD1的这个VPX 在Marketing Place上一键部署 来加速AWS上的云上业务 同时的话你的软硬件其实是一套解决方案 也是统一的管理 快速的进行临结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 我们很快的去打通云和本地 云和云之间的这样一个临结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SD1和AWS 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有了三个案例 供大家去参考 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么多 总结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Citrix SD1在AWS的环境里面 可以帮助大家去使用多种类型的线路 比如说专线你可以使用internet 甚至可以使用4G的线路 去聚合形成一个 这个快速的灵活的稳定的 以及经济的这样一个隧道 这样的话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可以考虑去使用Citrix on AWS SD1解决方案 好吧 那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思科E&GoToMarket Team的TME Claudia 非常高兴可以在AWS的webinar上 给大家介绍思科在中国可以部署的产品 大家都知道 我们思科是传统网络的领军厂商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也明白在全球网络部署 日益成熟的情况下 网络呢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客户们从一开始的这个网络方面的技术流 就渐渐变成了现在高节奏生活中 更注重企业效益的应用流 那越来越多的希望可以放开底层的这个硬件架构 高效的处理和业务直接相关的一切 那所以很自然的呢 客户就想到要上云 思科也看到了目前迫切的客户需求 所以在自身向云靠近和转变的同时 也和AWS这样强大的云服提供商 建立了合作的关系 那我主管网园区网这一块 所以今天给大家讲解呢 就有三个云园区网的产品 分别是思科的Cloud Service Router 我们叫它CSR CSR1000V 和Sysco VH Cloud Router VH 以及最后思科Catalyst 9800-CL Wireless Controller 那是我们的9800CL 那我在下面呢 就分别产品的基本用途 产品的优势 以及产品的使用场景 给大家介绍 那第一款产品呢 是CSR1000V 这个呢 是思科过去五年 五年到八年内 最强大的路由器 ASR1000的内核 那这款路由器呢 是基于X86的系统 性能最大为10G 不同的VCPU的数量 会导致性能上的变化 那它在可编程这一款的表现 也非常出色 支持NetConf Young RestConf 内部呢 还有一个 Guest Shell 那它其实就相当于container 可以跑一些Python的脚本 那设备本身 可以通过SSH和Telnet登录 购买的时候呢 客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 按照带宽和特性 选择许可 那这个后面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咱们就先往下说 将CSR1000V部署在AWS里面 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呢 可以将客户现有的 本地部署的三层网络 衍生到AWS的云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现有的VPN网络 如DMVPN 可以非常顺利的继续使用 并且可以将现有的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策略 也一并使用 那在AWS上 使用CSR1000V的时候呢 和本地部署 并没有命令航上的差异 那所有的 现有的网络架设人员 可以轻松的驾驭 那里面所有的性能呢 都只有 细微的差别 大部分性能都保留了 包括troubleshooting啊 这一些 那在使用CSR1000V之后 客户还可以利用 路由协议本身 来针对本地到AWS的云端链路 进行监控 那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我们就来先看看 第一个使用场景好了 那CSR1000V 作为一个虚拟的路由器 最常呢 会被用在数据中心 云和各个分支站点的互联里 那由于使用云服务呢 已经成为了这个趋势 现在有部分企业 已经把部分 甚至整个数据中心 移到云上 那在有多个分支机构的情况下 通常会使用internet 进行互联 那这时候保障 上下型数据的安全 针对不同的接入设备 基于不同的权限 就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 那CSR1000V的安全特性呢 包括Zone Based Firewall 可以针对不同的网段 进行策略分配 设置隔离 那各类的VPN呢 也可以针对开放式的 internet进行加密 保证权限的分配 和数据的安全 而且在单个的CSR上 最多我们可以支持高达 1000个并发的VPNTunnel 所以在性能这一块 也是刚刚的 那这个呢 可以看作是 第一个场景的延伸 其实更适用于 在多个站点 已经部署了 四颗路由器的用户 假设客户呢 他在分支机构 甚至数据中心 都部署了 四颗的ISR ISR路由器 那同时关键 或者是部署应用 跑到了AWS上 那么此时呢 在AWS上部署 CSR1000V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可以使用 四颗专有的DMVPN 来进行互联 那DMVPN呢 是可以自主发起的 这个VPN session 那所有路由器 都使用一个iOS 那不仅有VPN的保障 上下 毕竟有VPN的保障 那上下型数据是安全的 并且运维人员 还可以非常省时省力 那第二个use case呢 CSR1000V 可以用来连接 两个region的VPC 那假如说客户 在北京和宁夏 他各有一个数据 中心需要打通 那就可以在两边 各自都部署 一个CSR1000V 跑个实例 那或者客户 他在AWS和Azure上 他说都各有一个数据中心 那也可以 是可以跨云使用 我们CSR1000V的产品 将各个语音连接起来的 那第三个use case呢 其实是 这样一个情况 那很多MSP客户 会将语音作为 数据的存储和备份 那CSR1000V呢 就可以通过 支联单条的这个VPC 作为PE的衍生节点 到达AWS的云端 那由于MSP客户 在自己网络中 使用了这个 可以看到MPL4VPN 来区分多租户 那么肯定也希望 用相同的分类方式 不费劲的 然后无缝衔接到 AWS的云上 那CSR呢 就可以利用本身 自身的MPLS特性 和VRF来实现这一点 那即使到了AWS的云上 客户还是可以使用 接就可以沿用 相应的租户分类 那对客户来说 是一个非常简便的操作 这张PPT呢 其实是给大家看一下 CSR1000V的软件包和特性 它有四种软件包啊 分别是 IP-Base Security APPX 和AX 那这个IP-Base呢 包含最基本的 网络啊 路由的特性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 那它可以支持 这一些都列在上面了 那Security呢 它支持比较高级的一些安全功能 包括用Base Firewall IP-Sec啊 DM SSL 这一些VPN 那其实呢 这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一般性 我们是会使用它的DM VPN 这个用的比较多 还有是IP-Sec用的比较多 在APPX里面 包含的特性 就比较高端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MPLS VRF 还有Embar ABC 这样一些 以及那个 IPS 以及这个 ABC 还有那个IPSLA 这样的网络整断功能 那如果客户 它是需要以上 所有所有的特性 那么就建议 直接购买AX 但是大家注意的 这些红色的特性 在AWS云上是不支持的 所以大家在 给客户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下 那关于license 现在我们CSR1000V 只支持Smart License 就是智能许可 那意味着我们的客户 需要有一个智能账户 那才可以将 购买的智能许可 添加到智能账户 才能激活 那使用智能账户的好处就是 当实力失效之后呢 license可以再次 被使用到新的实力上 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那这个和云服务的 简单易用的宗旨是一致的 如果客户 他说他需要测试功能 那我们思科 其实也为客户 考虑的很周到 就这里 当我们客户购买的 或者说在试用的时候 还没购买的时候 我们这个默认 它就带有AX的license 那这个AXlicense 就是我刚刚提到 包含所有的特性的 这个license 那这个license可以用于客户的测试 并且提供 以照的带宽 那客户用来测试 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而且我们这个license 客户在选择的时候 可以选择一年 三年或者五年 那具体license 怎么配置 可以看这个链接 那后面还有一张PPT 是专门给出的链接 那我这个CSI1000V就讲完了 由于CSI1000V呢 是客户在AWS上 应该说是在全球 卖的最好的一款路由器的产品 那篇幅相对来说要多一点 那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款产品 是刚刚提到的VH router VH它其实是 思科软件定义网络 整体架构当中的一环 它是一个数据转发平面 它就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 广域网边缘路由器 那它呢 也是最终数据层面的执行者 包括负责站点之间流量 进行加密解密 那思科软件 定义网络中架构 它有各个组件 VH路由器呢 会与其中的组件 建立控制平面的关系 那数据平面和应用程序的 感知路由策略 也最终会在VH 在这个终端VH终端 小盒子上进行实施 所以说呢 这个VH相当于 最后的一个执行者 并且VH呢 也相当于是一个信号发送器 它会将性能统计数据 以及报警啊 事件啊 log啊 统一传到 一体化的界面 那客户可以在 这上面提到的 VMAG 这个一体化界面上 进行操作 那这边呢 我就不再去赘述 我这个VH 它有哪些功能 它可以实现哪些了 大家好奇 或者是想知道的话 都可以问一下 我们这边的销售 那它其实支持了很多啦 比如说 它支持我们现在的路由 路由协议 OSP FBGP BRP 还支持这个最高 这个实际的一个性能 那斯科在美 这个软件定义网络这一块 其实在美国一开始 它包括控制器 所有组件 那最早其实是落在AWS上的 那所以在部署的时候 用AWS 就有很多先天上的优势 很方便嘛 尤其是在大量部署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客户 它有几千个站点 大几百 那使用这个呢 就可以批量的快速部署 那尤其是针对 Office 365GC 以及云上的应用 我们都有专门的优化 和使用场景 支持专门用于托管的 Cloud OnRamp的方案 这都是后来我们提出的 这个Cloud OnRamp For SaaS Ice和Collocation 托管这一方面 我们都有方案 而且呢 我们思考 思考在传输过程中 对数据的安全性 那么在VH加入整网 整网之前 我们会对它进行 层层的认证 确认这是一个安全 和认证过的设备 那在传输过程中呢 我们会使用标准的IPsec 这样子的话 保证客户的数据安全 那同时软件定义网络 的解决方案 它本身也是支持 各种性能安全特性的部署 那在中国呢 可能这个具体情况 有些许的不同 大家可以在有案例之后 咨询一下我们思考的工程师 其实VH它作为思考 软件定义网络的数据平面 它本身就是个小盒子嘛 它没有什么特性 当时我们的客户啊 在使用软件定义网络的解决方案时 它比较在意的第一点就是 说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界面 因为在管理大量 广域网路由器时候 大家都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没有一个 很好的可视化的界面 那现在我们思考有了 我们提供的这个 企业级的管理界面 它界面比较清爽 给的东西不是很多 但是呢 它涵盖了所有的配置啊 监控啊这一些 里面包括安全啊 策略啊批量的模板啊 产品的生命周期都有 那我们也可以根据 不一样登录的用户 分配不一样的权限 同时这款 我们的广域网 软件定义网络 它也支持多租户的使用模式 那在国外服务运营商 它也会使用我们 这套解决方案 所以说这套解决方案 也是非常成熟的 那第二个比较典型的 使用场景在于流量回传 客户呢 它可以有流量 多个流量回传的方式嘛 在部署了我们 四颗软件定义网络的 解决方案之后 那默认我们的底层 其实是全互联的 客户呢可以选择 我先到数据中心 然后进行一下流量的清洗 我可能在我的分支站点 我没有什么安全特性的防火墙啊 这一类的 但是我数据中心 我的防火墙非常好 那我可以先跑到数据中心 进行流量清洗 然后我再去我的Office 365 或者说我再到我云上连接一下 那或者呢 我这个客户 他也可以通过 提供他internet的访问的 托管服务供应商 或者呢 也通过云安全提供的一些程序 连到我们上 我们连到我们这个云 那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图中 有一些客户呢 他想用省钱一点的方案 可能就只有一条贷款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解决 比如说哪个是流量 哪个是优先的业务 哪个不是 那其实呢 我们的思考解决方案 是支持多条线路的 那客户也可以做线路的冗余和备份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进行智能选路 而这个典型呢 典型的使用场景 其实是对于 刚刚的那个的延伸 那思科的 这个解决方案提供 集成本地和云安全的这个方案 它其实是为分支机构到英特网 和DC到SaaS 所有的连接提供完整的边缘安全 主要是强调安全这一块 那可以确保直接的互联网和云访问 来改善用户的体验 同时呢 也确保它的安全性能 也全面了解和控制 所有入站和出站的流量 主要是我们在数据传输过程中 可以支持IPsec加密 我们也提供了 IPS应用程序控制 恶意软件防护和URL过滤 这一系列的安全功能 那购买方式呢 其实也和我们第一款产品相类似 可以看到是有license的类别 有三类 一类是DNA的essential 第二类是DNA Advantage 第三类是DNA Premier 它是属于我们DNA系列的 那DNA Essential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功能 那如果客户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 他说我只要把设备连起来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呢 是我们最基本的 第二档是我们的DNA Advantage 那DNA Advantage包含了DNA Essential 所有的功能 除此之外呢 还包括了V Analytics 还有更多的一些安全功能 那如果是看重安全功能 比如说一些证券啊 保险啊 那它是可以用DNA Advantage的 那第三 应该说第三档吧 是我们的DNA的Premier 那这个Premier呢 就多了更多的安全方面的功能啊 那在中国其实很多客户会选择 Essential作为一个最基本的连接 那用着用着很可能 有些客户他说我需要更多的一些安全功能 他就会去买到DNA Advantage 那这个也是可以根据是年限来购买 有一年三年五年 大家可以看着情况购买 那这个是第二个产品 那最后提到呢 是四颗的无线控制器 C9800 我们叫Catalys的9800-CL CL呢是带着Cloud Wireless Controller 也有了无线控制器 简称9800 那可以看到这张图啊 我把这张图放在这里 是想跟大家说 我们思科近几年 将大部分的网络产品都更新了一遍 那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 所有的主线产品都被称为了Catalys的系列 不仅有大家耳熟能详的Catalys的交换机 现在我们更新了有9200-9300-9400 作为介入 9500-9600作为一个核心 那甚至我们的AP 我们也叫9100系列 那我们的无线控制器就在最右边 叫9800 都是Catalys的系列 那么思科整个全新的Catalys的系列呢 是我们软件定义圆区网的主线产品 可以由DNA Center来管控 那所以这张图放在这边就给大家有个印象 9800呢算是其中的一个组件 一个部分 那在大家都考虑牵移到云的大环境下 这款9800呢可以通过VPN来支持我们AWS 同时它的性能呢也列在这边 它支持管控最多6000个AP 以及64000个客户 那客户呢可以看作是终端 这里大家理解成终端比较好 那它也可以支持在网络有保障的情况下 让客户通过WAN链路 在云端配置和控制分支机构的AP啊 那这个叫Flex Connect 那这样就不需要在每个分支机构都部署控制器了 而如果客户需要进行身份验证呢 那可以部署我们的ICE或者说用传统的AD 那这个可能客户他自己有了 那么就是本地连上就好了 主要是要保持这个internet的可连接性可达性 那我这个9800呢也可以做 high availability就可以可以做冗余的 我们使用的是N加A的冗余方式 那它这个license的购买方 它这个许可 它其实也是支持智能许可 智能账户 所以也是我们DNA这个延续 那说实话呢 只要有需要管控无限接入点 那我们的9800都可以进行部署 我这个进行部署的时候呢 这个场景就跟一般性的无线控制器一样 这边呢应该是9800-CL 需要注意的是呢 它这个载云端部署9800的时候 是需要路由器在两端提供一个VPN的线路 那在VPN里面呢 我们会跑这个cap web 那cap web呢就是用来连接AP和无线控制器的这么个协议 那需要注意的呢 是我们还有这个一些网络延迟啊 那带宽呢 MTU啊需要调节 那这个是客户在部署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那由于这个产品呢 我目前接收到的需求并没有两个 前面两个多 所以我这边也就先点到为止 我们这边还很贴心的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迁移的工具 因为有一些客户很久之前 他是使用我们四颗的Aeronet 就是我们WALC 大概我们的5000系列 还有我们WALC2000系列 那这个时候很多客户他说 我有一些命令行 我这个怎么迁移怎么弄 我们都可以登上这个 我们的小工具来转换一下 那这就是我这边要介绍的9800 差不多点到为止 最后一张PPT呢 其实列出了一些我个人认为比较有用的链接 那首先是我们这三款产品 分别在AWS上的一个简介 接下来就是一些部署的指南 那希望大家在不明白的时候呢 可以先看一下指南 或者说希望有进一步的交流 那都可以联系我们思客的工程师 来跟大家详细的解释 那需要注意的是 在我们详解的时候 希望大家也拉上AWS的人 因为这些产品 虽然说我们都可以在AWS上部署 但是在和实际物理网络中部署的时候 会有一些底层逻辑不太一样 那如果有AWS的工程师在场的话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好的解答 那我这边的介绍呢 就先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以及耐心的聆听 就先到这边 感谢观看